大家好 我是彭偉珊 今天在3月22日 整體的走勢仍然是比較反覆的 全日來講 升跌的情況出現了三次方向逆轉 早前的時間跌了200多點之後 曾經一度上升 但再度下跌之後 下午的時間也重新再上升 不過最後在收市的時間 都是不滴地繼續下跌的 跌的幅度不算太多 只是105點 跌幅來說是0.3% 不過看回全日的成交額 只剩下1,340億 比起上星期五 超過2,000億的成交 明顯是收窄了很多 整個市只可以說是維持上落局面 大部分投資者來說也轉趨更加審慎 觀望氣氛是非常濃厚的 最主要是看回現在來說 中美的關係仍然是比較差 上星期經過一個叫做回面後 不歡而散 亦都見到市場 在現在這個時間觀望大型籃籌 陸續進入第二期的業績高峰 業績公佈的高峰期 在整個業績還未公佈前 投資者都不太敢入市 令到今天來說成交大位縮減 而且也看回今天來說 其實又不是特別差 但是市是升上去 亦是無力的 最主要是近日來講 恆志就有在2月份高位 31,183點開始跌下來 就觸及了那個通道頂 落到那個通道底之後 這一轉的反彈 仍然都是未有一個叫做突破性的表現 主要都仍然看回一個比較闊的布里加通道 雖然現在來說 由大概在3000點的上下波幅 縮窄到現在是2000多點 甚至有機會在短期裏面 再進一步收窄 落到2000點以下 但是那個市場似乎未足夠 或者未滿足那個比較窄的波幅 可能要令到那個布里加通道的上下高度 收窄到只有1000點以下 才有機會真正的令到市場出現一個逆轉 不過看回今天全日 升跌股份都是950隻左右 也不是太差 短線來說 資金都會繼續看回 在個別股份近來來說 之前看到資金是比較多 是流向一些物管股 也就是說前一陣子 是比較受惠於資金 看回一個叫做短期避險的 一些的房托股份 房托基金來說 都可能會繼續成為資金的短期避難所 投資者都可以在手上去增加 整體的投資比重 在一些物業本股 和房托基金身上 OK